Hello 各位 我是有风 我这个频道叫做和有风一起学习AI赚钱 那我们在利用AI赚钱之前呢 当然我们需要学会怎么样使用AI工具 那今天有风会给大家几个非常有用的掐GPT的一个提示 那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那我们第一个提示的话就叫做一个高级的一个写作助理 他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分析和修正你的一个原始的一个文章 那他还会告诉你他对你的原始文章做了哪些修改 帮助你提高你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技巧 这个高级写作助理 他能够在几秒钟之内分析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文本 无论是你的语发错误啊 拼写错误啊 还是说你表达不清呢 你用这个提示的话 他都能把你文章所有的问题给找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修正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是怎么样的 直接粘贴到这里面来 当然这个提示它是非常的长 那有风在视频的最后也会把这些提示分享给大家 大家直接复制一下就可以了 提示内容大概是这样的 你现在担任一个专业的一个写作的一个助理 那我会为你提供文本 你将完成如下的一些工作 那这下面的话就是我对他的一些要求 检查他这个一拼写标点符号有没有用错 第二个就是简洁性语气分析 还有一个替换一些重复的词 最后一个就是很重要就是最后通读一下整个文本 让整个文本要读起来要非常的通顺 还有一点要求就是让他对我们整个我们这个原始文章进行一个语气的一个分析 让他指出来告诉我们哪些地方进行了改动 还要向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动 那最后输出的要求的话就是一个markdown的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什么叫做markdown的格式呢 我们问一下GPTmarkdown格式是什么 markdown格式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轻量级的标记语言 纯文本的形式编写的 它写出来的文章的话没有那么多排版 但非常的简洁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新闻吧 然后的话我们复制一下 我再把它翻译过来 它已经翻译过来 我们复制一下右边的文章发送给它 来看一下它帮我们怎么样修正的 它下面已经帮我们进行了一个分析 去分析和编辑说明 它拼写和语发标点符号 它说没有明显的错误 语气分析这里它帮我们稍微修改了一下 那你们如果在自己写文章的时候的话 你可以把自己写好的文章发送给它 那就要它帮你进行一个分析 你可以看到下面它可以对你这么多重复语句 替换重复词改善结构 简介命了 很多东西都可以帮你文章进行改正 那你们后面可以去试一下 有风给大家分享第二个GPT的一个体词 这个体词的话就非常有用了 它可以生成任何一本书的一个摘要 你可以快速地了解任何一本书 就是通过这个体词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chart 来把这段GPT体词发送给它 这里再给大家强调就是这个体词我都会在视频最后的时候分享给大家 京东里面找到一本书我想了解这本书巴黎圣母院作者的话是鱼狗 你这个地方可以改成作者的一个名字 然后在巴黎圣母院的话改成你自己书的一个名字 它的要求就是只关注书中比较重要的一些观点 提出一些主要的观点还有论点 最后的话就是教他帮我们总结一下 一句话总结一个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和一个观点 然后输出格式的话同样是那个markdown的这样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就是非常简洁明了 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排版 然后它速度非常快 历史的一个小说 主要观点是建筑历史和文化价值 每一丑的一个对比 章节的一个概述也有了 主要收获结论也有 整个大概一个摘要的话基本上就出来了 然后面的话它还有推荐类似的一些书记 那这个的话对喜欢读书的朋友来说 应该是非常有用 而希望这个提示可以帮到你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GPT的一个提示 还是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我们把这段话发送给他 我想让他扮演一位拥有30年经验的一个儿童行为专家 在后面的一个专家改成任何一个行业的一个专家 比如说他是一个编程的一个专家 他是一个律师 他是一个医生 这里的话第一句话 对他进行一个身份的一个确定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他的一些知识 他掌握了哪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改成你想要的一个专家 他所具备的一个技能的一个知识 你可以去一些招聘网站 然后找一下职位的一些要求 然后把职位的要求的话 你可以复制粘贴过来 然后你就有你的一个他的一个专业技能了 他可以提问 我们不光向他提问 他也可以向我们进行一个提问 试一下 他说他已经完全明白 作为你的孩子行为专家 我将尽可能回答你所有的问题 并帮助你理解儿童的行为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 就是这上面的一个专家的话 你可以改成任何一个行业的专家 那我们来试一下 小朋友天天都爱玩 看见什么东西都想 然后他下面马上给出了我们一个答案 那这个答案的话 给的非常的一个专业 那速度也非常快 我还会把这句话告诉他 我叫他对以上的一个观点提出批评 然后并严格要求他自己分享这一主题的一些其他重要的一个观点 试一下 因为有时候的GPT他生成出来的文章并不是特别的好 那这里的话我们是想让GPT再去检查一下他生成的一个回答 那并对他生成的内容提出一些批评提出一些质疑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更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这也是GPT提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让GPT进行一个自我的一个批评 从而的话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产出的一个结果 那希望大家可以明白这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GPT的一个提示 我们还是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这个提示的话主要就是将我们的文字转化成一个表情的一个符号 将文字转化成一个表情的符号的话 它不仅可以增加我们文本的一个趣味性 它还能更好的一个表达我们的一个情感 微信上经常会用到一些表情 那使我们整个沟通的话可能会更有趣 那我会把这段提示发送给它 我告诉安乐 我说你很清楚每一个表情符号的一个含义和一个使用方法 我要你把我写的句子翻译成一个合适的一个表情符号 我来写句子 然后你来用表情符号进行一个表达 我今天考试考得很好 感觉很棒 就是我感觉真棒 就这个意思 好累啊 可以用这个 明天就是周末了 可以用这个 就是说我爱你 看这三个的话它是怎么表达的 就是爱你哦 就是这样一个表达 你可以用微信上的话 它也可以直接发过去 非常的有意思 接下来这个GPT提示就很简单的话 就是叫GPT帮我们生成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邮件行 那邮件行是什么呢 你经常做了一个邮件营销的话 你可能写那个邮件行邮件标题 就非常的关键 你要写出一些专业的比较吸引人 让人家一看就想马上打开你电子邮件 那这个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我们可以交给恰GPT来帮我们写 新建一个窗口直接把这个提示发送给他了吧 那我说你是一个专专业的一个电子邮件行的一个撰稿人 我叫他帮我写出一些吸引眼球的鼓励人民点击并订阅的一个电子邮件 那标题的话需要一个简短 直接还需要有创意巧妙 还需要尽量想出一些令人惊讶的标题 还叫他还不要使用一些比较普通的一个标题 那我的第一个邮件的话是关于AI科技的 那下面的话他已经帮我们写好一个关于AI科技的一个邮件行 那未来以来AI科技的重塑之旅 AI科技突破边界的一个奇迹 那你可以看到他写出来的标题其实都非常的简洁简单 接下来这个提示的话就是叫GPT帮我们生成一下微博的这一个贴文 那你发微博的时候经常会写一些这些简短的一些文字 那GPT的话他也可以帮我们快速的生成 我们来试一下 我把这段提示发送给他 我说你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专家 给我一个帮我写一个关于AI的一个十条的一个推文的一个主题 那这个主题还是有点要求 利于传播的这样一个标题 那标题当中需要包含一个标签 需要包含一个标签符号 然后每个推文的长度的话不超过二百八十个字符 如果中文的话也就是一百四十个汉字 我们来试一下 后面的话还帮我们加了这个锦号 里面也有一些标签符号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一个微博的话 看起来的话就非常有趣了 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AI你可以换成任何一个你相关的一个主题 你在发微博的时候的话 你的稍加修改一下 基本上的话就可以发出了 那你这里叫他帮你生成一百条一千条都可以 再生成二十条 他也可以马上就帮你生成出来了 速度也非常快 那接下来这个GPT提示的话 他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个网站的一个隐私的一个条款 像百度这样的一个隐私条款就类似这样的一些免责声明了 那如果你有做网站或者做一些APP的话 你经常会用到这样一些 用GPT的话非常容易生成这样的一些文章 那我们还是新开一个窗口 我们把这段提示发送给他 你现在担任专门制定隐私政策的一个法律顾问 我会提供我的一个网站地址网站的一个类型 还有网站一个数据收集的一个类型 那这个的话的话 你就可以把你这个网站的话 换成你的一个网站的一个名字 下面所有的信息你都可以稍微修正一下 那最后的话输出了同样的也是一个Markdown的一个格子 那我们来发送给他试一下 好了他现在很快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一些这样一些条款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太少的话 那就是这一点太少的话 你可以再发送 就这里的话你复制一下他的标题 然后这里再说一下 这样写一下 这样的话他就会对你这个条款的话 再进行一个更具体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表述 那我是有风 那我这个频道叫做和有风一起学习AI赚钱 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进行一个讨论 利用AI赚钱之前的话 我们要必须学习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技术 我是有风 希望本期视频能对你有所帮助 有问题我们在评论区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